育碧式开放世界都已经成了一个形容词了 他们家的开放世界游戏 反正景色够美 地图够大 直线够多 亮大广宝 再加上一大堆不同的小元素跟收集品 总有一两个点能让你愿意玩下去 这次远枯系列的新作 孤岛惊魂6也遵循了这个传统 那么多重复性的任务 那么多用不上的武器 但是诶 想不到吧 可以撸狗 撸豹 撸恶语哦 可以玩真机快打哦 可以用上古的神秘力量杀敌哦 玩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只想说 嗯 玉比 你赢了 对于我这种抵抗不了猛虫 有点强迫这个人来说 带着逆天的动物 却把敌人的红据点一个个清晨蓝色 真的是一种相当愉快的体验 反正30个小时下来 我可能都忘了大部分任务的细节了 但还是玩得很爽 其实远枯系列的定位一直都有点迷 你说它是个FPS吧 它近几代作品里面 又给你塞满了开放世界RPG的不干正式元素 还有近乎魔幻的武器装备 这就导致了故事设定跟玩家实际的游戏体验 时不时会产生搞笑的割裂感 不过这次呢 远枯在设定上面做了一个改变 让主角真正加入了一场大型战争 打的是一整个国家的正规军 而不是海盗啊 邪教徒啊之类的 这就让游戏的故事格局变大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 首先远枯6的剧本 是个典型的招筒版打魔王结构 亮点在于玉比在里面 讨论了一些政治理念和社会话题 弱点呢 就是主线发展太简单粗暴了 很多我以为会出现的反转都没有 真的就是一根筋走到底 可能他们觉得至少这次这样的剧情 不会像前作五代那样引发那么多争议吧 为了弥补故事本身太平 预理就在场面跟人物上面用力 靠动作片集的大场面 和对几个重要角色的塑造 来增加剧情的代表感 从三代开始 远过系列就在着重描写大反派的形象 就连游戏封面都是疯狂的追踪Buds 而游戏的实际内容呢 就是把玩家丢到这个疯子的地盘上去冒险 这一次六代的疯子Buds 是个叫Anton Castillo的独裁者 演员就是美剧《绝命都市》里面的炸技术 演技很到位 眼神瓶颈里面藏着傲慢 散发出让人恐惧的气质 确实值得当成游戏的一个噱头 它的地盘叫做亚拉共和国 是个虚构的岛国 迎设了古巴 瓜里马拉等一系列拉美国家 这些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 发展路上总是充满了暴力 腐败和革命斗争 在《远库6》的设定里 亚拉曾经美丽繁荣 但60年代发生过一次大革命 旧政府被推翻 新政府自遭到世界各国经济制裁 社会发展一落千丈 虽说游戏故事虽然发生在现代 但亚拉的城镇风光 都还是上个世界的样子 就像是时间停住了一样 现任总统Castillo上台的时候 曾经承诺民众要把亚拉恢复繁荣 结果没过多久 就露出了他暴君的本色 他的首相在国家研究出了 新的经济支柱 抗癌特效药胃微弱 微弱的原料是一种烟草 种植不易 还必须施加剧毒的特殊化肥 才能大量分泌抗癌物质 于是总统就开始洗脑民众 为国捐躯 主动去漫天毒物的种植员工作 可是天下哪里有那么多 自愿送死的傻子 而劳动力不够有怎么办呢 总统就开始把批评他的人民 都以叛国罪抓起来 丢件劳改营重烟草 或者拿去做新药的人体实验 受害者越来越多 官逼民法 在这种状况下 雅拉各地的民间秩序 就开始陆续组织起了 反政府武装游击队 而我们扮演的主角丹尼 就是个很特殊的游击队员 丹尼对闹革命毫无兴趣 他一开始的目的 只是想要逃离疯子总统的同志 丹尼是孤儿院出生 很小就被针刀进军校 战斗天分极高 但性格极要不服管 战斗过后 他揍了长官被开除军纪 之后就准备脚底抹油 偷渡去美国过新生活 他有个一起长大的闺蜜 加入了反政府组织自由武装 并在丹尼偷渡了当天晚上跑来见他 想说服童年好友留下来 跟他一起打游击 为人民作战 可是丹尼当然不干 为了到此时 军队突然出现在楼下 挨家挨户搜索 对妨碍的人格杀勿论 状况危急 丹尼立即拖着闺蜜跑去码头 强行让他跟自己一起逃 还顺便帮了个没买船票的小男孩 说服舌头让男孩也上了船 结果船开出去没一会儿 残局就发生了 军舰追上了他们 下来抓人的 居然是大总统本人 众人吓得大气不敢出 知道总统叫出了男孩的名字 丹尼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好心带上船的男孩 居然就是亚拉的太子爷 总统13岁的独生子Diego Diego受不了天天被父亲 强行灌输独裁思想 奔向逃离国家一了百了 现在眼见自己被抓住了 他就转而祈求父亲 放满船人一条生路 总统平静地答应了 可结果前脚带着儿子刚走 后脚就命人朝船舱疯狂扫射 就是这么残忍 总船人都命丧大海 只剩单里一个人生还 穿这个残海飘到了附近小岛上 闺蜜说完遗言后就怒送一雪 只留下一部手机 跟代表游击队的信物 而游戏自此才正式开始 但也无处可去 这带按照闺蜜遗言指示 前往附近的游击队营地 并且见到了自由武装的领袖克拉罗 克拉罗同样被困在了这个岛上 他几个年跑来攻打这里 结果政府军早有准备 重创了他的队伍 还封锁了北边的航路 让他没法逃回大本营 劝丹尼的身份过后 克拉罗爽快地开出了条件 只要丹尼替邮局队打仗 协助大家逃离这个岛 他就安排小船送丹尼去美国 于是我们的主角就此拿起了枪 暂时加入了自由武装 开始到处捣乱 什么强军队基地啊 偷补几啊 烧田地啊等等等等 破坏力极强 虽然他对革命本身不感兴趣 但逐渐开始享受起了战斗的过程 而他内心这份战事的本性 也很快被游击队的一个奇男子看出来了 这个奇人胡安 是个超级间谍加武器大师 一生都在参与战争 制造混乱 他跟世界各地的知名情报机构都合作过 现在年纪大了回到雅拉 依旧活跃在游击战争的第一线 自由武装和资金来源 也全靠他在背后操作 比如说在美国暗地里做点买卖之类的 不然光靠Clara的理想主义 是不可能真正支撑一个汉军组织的 胡安第一眼看到Danny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年前是自己的同类 不追求大义 对背后的政治目的也不感兴趣 只是离不开战斗的快感而已 其实这不就是在说屏幕后面的玩家吗 胡安在接下来的游戏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只可爱又暴力的鳄鱼伙伴帅宝 就是他送了见面礼 而且他还会在营地制作各种黑科技武器跟背包 最强的战斗辅助 在Danny的奋战下 游戏队终于得以端掉封锁港湾的军舰 回到了他们的孤岛总部 Clara按照约定准备好了偷渡美国的小船 但这个时候的Danny却有点动摇了 他可以去美国当超市理货员 当服务生 平淡地度过下半辈子 Danny真的是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吗 嗯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Danny挑上了船顺利来到了美国 几个月过后 他在迈阿密的海滩上舒服地晒着太阳 设文机里则传来了亚拉革命失败的新闻 让他经不住倾献自己明智的决定 Clara Garcia, the leader of the terrorist group Libertad was killed by his special forces And as the pandemic tightens its grip on the glob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impose another nation-wide lockdown But first, how about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upbeat 大家放心啊 刚才那个只是远枯系列的祖传隐藏结局 就是欲必做来搞笑的 那怕Danny真的想走 我们玩家也不可能让他走啊 而且这个时候的他体验了一段时间游击生活 跟胡安和Clara有了交情 与其去美国做人下人的非法移民 他宁愿留下来继续战斗 看到Danny没走 Clara喜出望外 立即向他说明了接下来攻击本岛的战略计划 巨大的亚拉本岛除了首都以外 余下土地被分为东西中三个大区 每个区都存在不同的反政府组织 要想围攻首都打败总统 Clara就必须跟其他组织结盟合并力量才行 问题是Clara其实来自亚拉的上层社会 这种富家子弟的出身 导致他很难取得其他势力的信任 于是强悍可靠 又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Danny 就被赋予了实责的重任 他需要代表自由武装去接触每个区的组织 说服他们加入围攻计划 顺便再把那个区的高官先搞了 削弱总统的力量 不用想也知道 这个过程将会非常的漫长 而出场的配角也会非常的多 奔到东部的权力核心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海军女上将 跟一个加拿大来的资本家McKay 负责导生了禁输口贸易 而东部的反政府组织呢 正是40多年前发起那场大革命的游击队传奇一带 Danny好不容易翻山越岭来到他们总部 却发现事情跟想象的很不一样 传奇一带的三个元老现在年纪都很大了 跟追随者们藏在山里生活 无问世事 除了不服老的首领虎爷 另外两个元老好运婆婆跟诗人 都早已厌倦了革命和鲜血 对Danny的同盟提议毫无兴趣 也不准虎爷去躺浑水 所以东部目前真正在对抗政府的人 并不是他们 而是一帮城市年线人建立的新组织 道德军团 道德军团的创始人是个技术仔 三次玩弄电脑程序 他那个装修的五颜六色的总部 瞬间让我觉得串袭到看门狗去了 为了获得真正有实力的盟友 Danny就转而决定跟这个军团合作 参与了不少他们的行动 而虎爷在确认现任政府的确做了多端之后 一忍不住独自走出大山 主动加入道德军团 跟这帮小年轻一起披挂上阵 他从博物馆偷出来了40多年前用过的坦克 大家一起正面攻入了要塞 把女上将就地除决 可他们还没开心上几天 资本家McKay就派兵偷袭了他们 大量同志在毒气中惨死 其中就包括了虎爷 虎爷的牺牲 则让山上的两位老朋友不再沉默 决定下山参与战争 在大家的帮助下 东部最终占打得惊天动地 Danny毁掉了McKay所有的化工厂 最后一路追逐战斗 终于登上了他用来逃回加拿大的轮船 拿枪指向了这个家伙 可我还没想到 资本家居然临时打电话向奇荣胡安求救 想用大量金钱换自己的一条命 这是个有期费的选择 光会在电话里叫我们放他走 毕竟革命是需要钱的嘛 而且如果答应的话 我们事后也会分到一些钱 但说实话 这个家伙说话实在是拽得要死 只要我不开枪 他就会巴拉巴拉不停嘲讽我 加上他还是虎爷的仇人 这五千块我不赚了 我甚至没说过 我甚至没说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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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开死之后 传奇一代和道德军团就都同意了跟丹尼结盟 以友情作为关键词的东部人物线告一段落 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就是中部地区了 这边同样有两个权力核心 一是总统的情人 小爹狗的亲娘 文化部长玛利亚 负责所有的洗脑政治宣传 另一个就是研究出微微弱的疯狂科学家神医 中部人物线的关键词是爱情 这个地方最大的反抗组织是个说唱乐队 然为成员正是一对深爱彼此的情侣 Paolo和Talia 他们的行动不是组织武装 而是用网络和电台传播自己的歌曲和演说 从思想上解放人民 他们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影响力 但也当然成了文化局的严重钉 于是当丹尼找过去的时候 小群女为了躲避玛利亚派来的军队 已经逃进了沼泽 面对这种情况 Talia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Talia是个急性子 只想留下来继续战斗 与此同时Paolo却想逃去美国 远离危险 跟女友过平淡的日子 因为在变过性的他看来 就算革命能成功 雅拉的社会环境也容不下他 丹利设法帮他们两个同时做事 但后来也阻止不了Talia吵架闹分手 分手期间呢 丹大包天的Talia 竟然让我们投来记者证 陪他去接近玛利亚 跟雅拉皇后当场兑现 玛利亚几句话就把Talia说破防了 结果被愤怒的她一梭子打死 事态顿时一发不可收拾 首都的总统得到消息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次在游戏中出现了情感波动 但又瞬间强压了下去 他播放起情歌的唱片 然后给自己和儿子倒了一杯酒 低声通知他母亲的死讯 让总统痛苦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中部地区立即加强了军事力量 Paolo还没来得及逃亡美国 就被军队抓了 丢给了神医当玩具 丹利寻知线索取救 结果自己也遭到神医偷袭 被打了一针毒素 扔在手术台上等死 这个绝望的时刻 不善战斗的塔利亚居然奋不顾身杀了过来 就是很难有 自己却被士兵打中了脖子 Polo火急火燎的宋女友去就义 同时也终于下定了战斗的决心 不是为了革命和自由 而是为了自己的爱人 丹利跟他联手 潜入了魏维若的研究所 在毒气攻击下艰难前进 终于杀死了毫无道德观的神医 事情结束后 小两可和好如初 而丹利收集盟友的计划 也离完成更近了一步 接下来他的最后一战 就是以清情作为任务关键词的西部地区了 西部的权力掌握在总统侄子 Hosea的手里 这个小矮子是个蠢蠢的变态狂 没事就抓这个劳改犯去自己家里 变着法子虐待他们取乐 西部这边没有邮居队 但有个搞农业的Montello家族 历史悠久 号召力强 跟小矮子处于敌对状态 是丹利的拉拢目标 家族老爷子脾气暴躁 讨厌外人 不过还有个擅长使刀的女儿 江湖人称丰刃倒是比较豪爽开明 于是丹利就从丰刃入手 帮他对抗围攻的军队 获得了大小姐的信任 之后老爷子拗不过女儿 终于答应让丹利留在农场 训练他们家的农民如何打仗 而丹利也通过帮这家人四处做事 在西部间间积累起了人望 不过家家都有本蓝念的经 老爷子的傻儿子 也就是丰刃的亲弟弟 居然相信了政府的说辞 跟家里人断绝关系 去当了小矮子的走狗 天真的他以为自己只要乖乖听话 就能独善其身了 殊不知对小矮子来说 他不过就是个人之间诱饵罢了 当双方冲突进一步扩大 小矮子就放出了要公开处刑傻儿子的消息 旋动于水 老爷子再怎么样都不忍心看亲儿子死 当即做好了劫伐场的计划 结果大家却一起落进了叛徒的圈套 只能四散逃命 发现儿子手上绑了定时炸弹后 在自己的生命和儿子之间 老爷子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自己则被当场炸死 呃老爷子你确定你没人返吗 这个不是该把儿子留在马上把炸弹丢了吗 这个返向操作我实在是有点get不到啊 逢人带着弟弟久死一生逃回农场 处理完叛徒 在办完老爷子的后事过后 就展开了无情的复仇计划 他和丹妮一起暗杀了小矮子的心腹 烧了他的烟草田 最后则带领大家把小矮子逼到空军基地 把他从天上打了下来 逢人拿出手榴弹 塞进小矮子嘴里 随着一声巨响杀夫之仇终于得报 而蒙特尔家族也变成了自由武装坚定不移的盟友 侄子残子 总统虽然喜怒不形于色 但还是带着儿子来到小矮子的棺材前哀悼 自从找回了儿子 总统就变本加厉 无时无刻不把儿子带在身边 并用极端的方式教育他 当儿子在公开场合开小差 他就把坚定按进儿子的手掌 当儿子不忍心开枪处决犯人 他就让儿子看着犯人被活活打死 久而久之小Diego不再抗拒开枪 脸上的感情波动也越来越少 很难猜他到底有没有被鬼父洗脑成功 丹尼在四处寻找盟友的期间 还意外的跟小Diego见了两次面 一次是收到线报 说总统会在首都酒店电视直播演讲 他当即奉命去暗杀总统 结果等杀到直播时才发现演讲是预录好的 总统不在屋里只有他儿子 男孩一眼就认出了丹尼是帮自己上船的人 而丹尼面对他楚楚可怜的眼神也下不去杀手 丹尖士兵快感到男孩立即劝丹尼离开这个国家 并打开了密道让他安全逃出酒店 两个人互相对望 产生了一种感情牵绊 男孩对丹尼是感谢 而丹尼对男孩是怜悯 他们的第二次相遇则是在阴暗的牢房 丹尼不慎被一个将军抓住 带给总统严行拷问 又是拔牙又是烧舌头的 看的人都疼 见将军要割丹尼的猴 男孩未报他在酒店的不杀之恩 勤急之下举枪救人 把将军给打死了 最后他立即祈求父亲 只要不杀丹尼自己就会百依百顺 以后当接班人也好 干什么也好都听父亲的 总统又献出了那种平静又恐怖的表情 他答应儿子的要求放下丹尼 结果却转身就在牢房里扔了个手来 还好丹尼处去光环护身 靠钻通风管道九死一生才逃出牢房 这个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了 总统是个无可救药的恶魔 一天都不能多留 但儿子还保留着人性 不应该承受父亲的罪 只是丹尼这样的想法也间接导致了最终大战前的悲剧 现在他已经收集完了所有盟友 但在正式展开禁军计划之前 胡安却气急败坏跑来 带来了糟糕透顶的消息 总统以何谈为诱而骗了克拉拉 把他抓进了总统府 如果不想惊动敌人害死克拉拉的话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偷偷潜入府邸救人 丹尼立即前往 没想到偷摸进主屋后 发现总统父子早就坐在桌前等待着他的到来 此时总统没有化任何妆 眼前的鱼板清晰可见 形如枯稿 双眼无神 根本就是随时会便当的样子 这下子他那么急着培养接班人的原因就闲而易见了 因为这个家伙都绝症万岐了呀 他知道丹尼才是自由武装真正的灵魂人物 所以才设了这样一个耳中耳的局 以克拉拉的命做筹码 骗丹尼来救人 窗外埋伏好的胡安相乘机狙击总统 但视角部队看不到人 就准备先射死小迪哥 可丹尼对这个孩子好感太深 下意识扑过去救了他 总统一枪爆头 再也看不到梦想成真的一天 趁众人惊愕之际 总统拉着儿子就撤退了 留下丹尼跟胡安一番大战 占领了总统府 事已至此 胡安跟丹尼再怎么争吵也没用了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集结盟友出发 去完成克拉拉未尽的事业 几天过后 四方军队浩浩荡荡朝首都开去 此时的总统已经退守市中心的摩天巨塔 可不管手下怎么劝他逃跑 他都充耳不闻 还在跟建筑师探讨未来的城市规划 边说话边把血磕得到处都是 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 夜幕降临过后 革命军杀进了城里 丹尼跟大家一起浴血奋战 冲进巨塔 一路向上 在朝阳升起的一刻 终于率先打到了顶层的总统面前 看着为自己求情的小蝶狗 总统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 然后让丹尼保证未来好好保护他的儿子 丹尼听爸也松了一口气 立即点头 但是他忘记了 总统的保证从来都是假的 卡斯蒂尤瞬间开枪 贯穿了男孩的胸膛 随即由手起刀落 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他那个执拗而疯狂的亚拉之梦 至此彻底破灭 带走的是万千百姓 以及无辜儿子的生命 而谁又知道 这个国家之后的道路将会通向何方呢 也许就跟40年前的大革命一样 一切都是一场循环 新的独裁者某天会再度出现 新的革命也会再度打响 但这些就不是丹尼可以控制的事了 他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 于是把所有的后续工作 包括新政府和新制度的安排 都交到了盟友们的手上 自己则跟湖岸回归丛林 偶尔去清理一下总统的余党 或者是在山中和海边打猎 垂吊 过上和普通的游击队员生活 而孤岛惊魂6的故事呢 也就在这里正式结束了 个人感觉 玉璧这次在呈现拉美文化 跟娱乐大众玩家之间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他们探讨了一些 跟历史和政治相关的严肃话题 但有点到为止不过分深入 保持了大众娱乐性 但我也不得不吐槽一下玉璧的剧本 这个收的也太仓促了吧 总统父子之间的微妙感情也好 小跌口跟主角之间的互动也好 铺垫了那么多 让你总有会发生点什么惊天大反转 结果万万没想到 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感觉铺垫了个寂寞 游戏里大部分配角的台子也很老套 像在看套路化的老爆米花电影 很难让我对他们产生感情 同篇完下来 我个人觉得剧情方面的亮点也就是这个拉美历史的背景题材设定了 总的说来 作为今年少有的大作 孤岛惊魂六光论剧情算是不过不适的商业片 但配上玩法系统以及漂亮的岛屿风光一起使用 娱乐性还是很棒的 到这里游戏故事也讲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广告时间了 我要感谢一下本期影片的赞助商 白链为魔自成一派的游戏外设品牌摩派 他们的外设配件都做的很有自己的特点 尤其是最近上市的摩派二代手柄M073 定价很亲民 同时功能强大 除了支持PC安卓苹果平台 同时还跟任天堂所一起高度兼容 可以一键换行主机更读取amiibo 它拥有十档连发跟五档正统调节功能 优化了手柄的耗电量 续航时间达到了40个小时左右 还增加了专用快充 一个小时就能充满 它搭配了大功率蓝牙接收器 有效距离10米 无线操作跟切换都很方便 设计方面 魔派二代改了红编程按钮的布局 靠近右手更不容易误触 它支持PC跟Switch双模式 增加了按键互换功能 同时按住ABXY3秒 就能把游戏里的AB跟XY键为反过来 魔派二代还有个性能上的卖点 就是用上了顶尖的摇杆配件 也是日本原装的ALPS电竞摇杆 能够直接在手柄上 调10个档位的灵敏度 是高网微操的福音 所以说魔派二代不光是Switch的好搭档 拿来玩其他平台的游戏也很合适 他们跟新加坡待遇上EGI有合作 所以说香港、台湾、印尼、新加坡 还有泰国等等地方的小伙伴 都能够方便的买到 大家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我 如果对我其他影片感兴趣 也可以订阅频道 然后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更新通知 好啦不说了 我去找剩下的特殊武器去了 大家下次再见